好的 我们来继续看729的新版本更新英雄讲解的第四章 这个应该是第61个英雄了 已经更新了一半多了 今天正确给大家都更新完 首先在船长 基础生命和恢复 敏捷基础成长都是增加了一些 那么主要的一个核心变动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英雄他的洪流 洪流这个技能他现在的施法距离是减少了200点 但是在天赋 实际天赋上面把这个150的施法距离砍掉以后 改成了加0.4秒的洪流制空和悬晕时间 所以这个船长的洪流比之前的控制效果要更加的出彩一些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把潮汽使者分裂 就是他的这个水刀加70%的和这个140% 原来是25级加140% 现在不是改到了70% 放到了20级 但是他在25级里面是加了一个什么呢 加了一个船长的这个水刀cd减少 把这个水刀的cd呢 再加了25级天赋以后呢 直接是减少到了只有两秒钟 这个使用起来的手感就会非常的舒服了 也就是说以前的这个船长的水刀的一刀流 我现在可以变成三刀流 对吧 我可能一刀砍不死你 但是我三刀砍到你的身上的这个伤害就不一样了 因此船长这个英雄他在后期作为一个主力输出位 能力实际上并不会比以前弱太多 而且本身这个技能他的分裂就很高 加上70%的这个天赋以后已经是高达235% 我因此潮起之热这个技能 我觉得已经是在25级的时候 尤其大后期 船长的英雄作为一个carry 或者作为一个团战输出向的英雄的话 完全可以胜任 因为以前的话太拼那一刀的暴击了 如果那一刀没出暴击 这个伤害不够 现在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我可以打好多刀 至于其他的改动的话 就不是特别的至关重要了 那么夜魔的改动现在是魔精的升级不再限制对玩家的单位释放 因为以前他只能是对一个弱小相对弱小的单位来释放 或者说对一个普通单位来释放 那么不能对玩家操作的单位去释放 但是现在就不再限制了 但是不能够对地狱火熊灵等等这些特殊的接近英雄的单位来去释放 这个我觉得算是正常的 那么现在魔精升级现在可以在白天对非远古单位释放 升级的治疗量从25%提升到了35% 也就是说夜魔的魔精效果现在是提升了不少 其实对于夜魔这个英雄来说 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魔精这个道具20分钟才有 而20分钟才有的这个魔精对于它的一个治疗恢复的效果 就是它的续航效果而言的话 可能确实不够出色 或者说来的有点晚 其他的方面倒还好说 天赋方面20级天赋现在减4秒伤残恐惧的冷却 这个很香 这个非常香 配合 如果这个英雄你去配合他一些减CD的装备的话 尤其是在这个高等级天赋的一个支持下 如果你去买上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东西 对吧 你可以无限的去飞升 并且近乎无限的去使用这个伤残恐惧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伤残恐惧这个技能在夜晚的持续时间是7秒钟 而你在使用了这个这个技能 这个跳刀以后 智力跳刀以后 它的CD只有6.2秒 也就是你可以给对方实现一个连续两次的伤残恐惧 而且是一个全面覆盖 所以这个夜魔这个英雄 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如果真的很有钱的话 如果他能够有钱的话 这个灵通心加上妙闪光 就是智力跳刀这个两件套 我觉得甚至可以作为夜魔 一开始就直接做的一个选择 因为不停的去飞天 然后提供的这个顺畅视野 对于比赛的一个战略意义是很大的 尽管这两个道具加起来的话 其实很贵 这个光一个妙闪光就要6800块 一个灵通心要5200块 加起来的话是12000块钱的成本 再加上一些基础装的话 这个夜魔可能要14000才能够去实现一个无缝的黑暗飞升 但是这个黑暗飞升无缝是就25G才达到 所以对于经济来说是够用的 主要这个夜魔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一开始就奔着这两件套去出 但是在游戏的25G如果真的拖到夜魔的25G的话 这两件套配合25G的这个天赋 基本上我觉得可以锁定有夜魔的一方立于一个不败之地 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那毒狗现在的智力成长提升 而且把暗影剧毒这个技能呢 重新列作为它的一个核心技能 那伤害提升 然后施法距离现在改成了加持点力量 把15G的天赋直接就增加了200的邪恶进化伤害 把25G的这个400邪恶进化伤害 变成了减30秒的邪恶进化冷却 也就是这个技能可以现在释放的频率更高 而且他的这个邪恶进化的伤害的提升是来的比较早 稍微提一句就是毒狗这个英雄 其实他如果大家经常会去玩一些RPG游戏的话 就会发现毒狗这个英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持续进化且无视磨免的这么一个效果 持续进化且无视磨免就会产生一个很厉害的效果 叫什么呢 叫他可以驱散BKB黄盘 比如说对方开启了这个BKB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把他打触发到他这个黄盘的效果以后 他这个黄盘会被秒驱散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效果 那么为了给大家去演示那么清楚一些呢 我们稍微给他加一些这个输出能力 让他能够打得快那么一丢丢点点 对吧 好 那么这样 我们先让他开启一个BKB 大招给出来 然后直接去把他打死 可以看到这个永恒之盘虽然触发了 但是由于被这个大招秒驱了 因此呢 等于没用 等于没有用 所以毒狗这个英雄 他在游戏的后期 会有一些奇效 那么尽管说在游戏的前期 他可能没有办法 有A帐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但是对于对方的某一个 点目标去处理掉他的黄盘 尤其是永恒之盘这个道具 他的一个触发条件 提前你可以把这个大招铺上 然后呢 利用他的持续进化效果来解决掉这个东西 还是相当不错 相当于毒狗这英雄是一个廉价的否决卦士 而且是一个优化版的否决卦士 那么暗影萨版这个英雄 他的施法距离是改成了群蛇守卫的攻击距离 就是他的蛇棒可以打得更远 25级苍穹阵击的伤害比以前更高 没有什么其他的改动 末日他的改动就比较 怎么说呢 让人感觉就是他的这个改动 会有一点点感觉奇怪 因为这个英雄他以前的强势在于他的混线 依靠他的一个吞噬的回血 生命回复 然后强行的去混线 去硬吃这个补刀 然后以此呢 来换取一个比较高的经济 然后再利用自己的一个焦土的冲脸 还有大招的一个效果 对对方的点目标形成一个足够高的威胁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呢 把他的基础护甲提上来了 基础的攻击力提上来了 或者说把他的基础攻击力最低值提上来了 然后基础攻击间隔降下来了 但是呢 吃兵不再回血了 金钱奖励增加了一些 一级加10 二级20 三级30 四级40 但是呢 吃兵不再回血了 然后他也没有通过其他的方法把这个回血的效果给补回来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末日这个英雄变成了一个在线上 要么跟对方鱼死网破 要么就是这个混的风生水起 对吧 只能是这么两个选择 不再具备像以前那样 说我吃个兵 然后在线上狗着 然后不停的去蹭两个补刀 然后靠着回血把血回满了 然后再上去蹭两个补刀 那这种打法就不行了 现在呢 你就只能跟对方去玩命了 但是呢 你又要需要比较高等级的一个吞噬 才能保证你自己的经济 再加上现在他的神障升级的效果不再减少CD了 把持续时间增加了6秒钟 但是把他天赋里面增加这个末日的持续时间 改成了加12%的魔抗 换言之是什么呢 就是末日这个英雄一次性的硬度提升了 但是持续消耗的能力变弱了 所以这个英雄到底他会变强还是变弱 我觉得见仁见智 而且要看新版本流行的英雄里面 有没有特别怕他的 如果没有特别怕末日的英雄的话 或者说末日比较克制的那些英雄 并没有热门流行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英雄的登场可能还是不会特别高 术士的魔精效果现在还是相当出彩的 他是把之前20级那个范围型的暗言术 直接改到了魔精里面 也就是又是一个把20级的天赋 改到魔精里面的一个英雄 那么现在他的暗言术速度变化提升 从20减少到了10% 但是魔精直接把他的暗言术变成了一个450的范围型尸法技能 也就是你可以给450的范围内的队友全部施加一个回血 以及移速加成这么一个效果 还是比较不错 当然也可以给对面时变成一个AOE和减速 这个根据你自己实际使用 巨变这个技能的施法比以前他的这个效果要更快 就来的要更快 但是施法距离降低了 所以说这个还是结合了现在这个平和这个版本吧 我觉得 但是术士的这个巨变这个技能 他其实减少的这一点点的作用范围和他的这个施法 也没有施法距离吧 就是他的施法距离是从天赋上面砍掉的 他的作用范围 实际上这个技能主要还是高等级的时候厉害 低等级的时候的效果没有那么出彩 高等级的时候很厉害 但是高等级的效果实际上并没有被削弱太多 那么现在他的混乱之际 A仗大招的两次产生的间隔 从0.4秒降低到0.2秒 就让这两个地狱火能够砸下来的更加顺畅一些 天赋 实际天赋 把施法距离赶上了加50的地狱火移动速度 这个是很香的 因为地狱火这个东西 他的移动速度本身并不是特别的快 但是呢 当你在有了这个50点移动速度以后 你这个地狱火 对吧 他的移速就是可以高达410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狱火 他追人追下来的话就会舒服很多 如果再配合高等级的地狱火的魔抗护甲 等等这些东西来看的话 再加上魔晶效果的一个大范围的减速 那么所以这个技能的话 是可以配合地狱火来完成一个比较不错的combo 整体来说算是一个加强 双头龙这个英雄 现在他的液态兵主要的更新是让他的整个 简单来说 整个的技能 施法比以前要更快 施法的这个流畅度比以前要更加出彩 然后第二个改动呢 就是他现在的液态兵 魔晶效果的这个液态兵减速效果 削弱了一些 以前是减30% 现在减20% 但是增加了一个0.4秒的初始悬晕 而且他的这个初始悬晕 因为液态火这个技能 它是液态兵和液态火 它其实都是一个小范围的技能 它虽然这个范围不大 但是他都是一个小范围的技能 因此呢 他的这个 如果对方两个人离得够近 你会发现对方两个人一起中这个液态兵 那么两个人也会一起被悬晕一下 所以这个魔晶的这个初始的一个悬晕呢 还是 有点用吧 应该说有点用 那烈焰焚身的A仗效果 现在不再增加的伤害 但是会直接把他的20 25级天赋 给改到了A仗里面 也就是现在的A仗 烈焰焚身又变成了纯粹伤害 并且无视技能免疫 那原来的25级天赋 这个天赋就改成了两倍的 冰火交加伤害和施法距离 也就是说双头龙现在 在游戏的后期 如果你能够做出A仗来 它就是一个制片 如果到了 拖到了游戏的大后期的话 那么现在他的这个冰封路径 可以比以前要多了0.5秒的一个持续时间 而且把15级天赋减CD 直接放到25级减2.5秒 那么这个英雄 他的冰封路径这个技能的CD 就相当的可怕了 原本他就只有9秒钟的CD 在减完天赋以后只有6.5秒 而他的持续时间是长达3秒钟 一个范围的空 再加上这个0.4秒的一个液态兵 那么双头龙这个英雄 就补足了他以前最薄弱的一个 在游戏的后期的一个控制能力 这个英雄其实最强势的控制时间 是在游戏的中期 配合自己的队友 高等级队友的控制技能 然后他衔接一个后手 在后期的时候 他的这个控制技能往往会变得比较薄弱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 大树现在魔晶的效果 给他增加了靠近树木会隐身 那这个原来是他的实际天赋 现在是改成了-5秒自然卷卧的一个CD 实际天赋把加60攻击力 改成了加1.75等魔法回复 这样的话让大树这一个英雄呢 更加安心的去当一个 他的师作为一个 这种扔技能 那甩技能的一个酱油味 但是我觉得大树这个英雄 他改动的比较让我觉得奇特的一点 就是原本是一个攻击力非常高 然后初始属性非常高的一个英雄 然后硬生生把它掰成了一个 这个纯法师 而且是一个近战 只能站在树林里边的纯法师 不过话说回来了 由于这个版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新版本地图的改动 对于这个二塔的地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旧版的 这个是新版的 可以看到每一个二塔 他的这个树林 距离这个防御塔的距离都更加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区别 距离这个防御塔都更近 而且所有的塔都是这样 所有的塔都是让这个树林变得更多 然后距离这个二塔的距离更近 因此像大树这样 常年狗在这个树林里边的英雄 他的发挥空间就会更多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树林的位置 还有就是密度 对于这个二塔的一个保护能力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所以大树这个英雄 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进攻方面 姑且搁在一边不说 防守方面 狗树林这件事情 应该说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加强 至于他的天赋 至于他的天赋的改动方面 就不再详细的给大家说了 因为对于这个英雄使用的一个思路 整体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太大的变化 接下来 小松鼠 森海飞侠这个英雄 是增加了A杖和魔精的效果 首先说一下 他的暴力出击 野地奇奇 密林奔走和一剑穿心 这几个技能 都被削弱乐 都被削弱乐 因为他刚刚加入到了CW模式 就是这个英雄 现在比赛里面可以选了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英雄出现 还没有任何数据支撑过高的一个胜率 先把他所有的技能 都现在砍一轮 其实这个英雄的胜率 已经早就跌破50%了 但是呢 还是再把他的技能砍一轮 因为增加了A杖和魔精效果以后 谁也不知道他在比赛里面 会打出来什么样的效果 因此呢 这个技能全部被削弱 然后有一个我没看懂的地方 这个如果大家有知道 或者以后比赛能演示出来最好 就是现在可以设置为自动释放 这个暴力出击 总是产生对地释放的效果 这个我没测试出来 就这个技能我读完了以后 我觉得有点奇怪的这个说法 但是呢 我没没一使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开启了他的这个自动释法 这是关闭自动释法 这个是开启自动释法 但是他也没有 没有产生特殊的一个效果 就是他唯一的一个效果 可能就是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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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自动释法以后 就是你不管点在地上 还是点到对方英雄头上 都是会按照点到地面的这个效果 来释放这个技能 而不会按照这个点到对方英雄身上的 这个效果 那这个的效果的英化 应该目的就是 为了能够在对方英雄身边 就是开启这个技能以后 在对方英雄身上放出来一棵树 然后配合这个二技能 应该是这么一个目的 好吧 我之前没有测试出来 这次正好测试出来 正合适 正合适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 他的魔精效果和他的A帐效果 他的魔精效果和A帐效果吧 我觉得他的A帐效果做的不是特别的出彩 他这个技能是一个18秒CD125号蓝 然后会有一个350点的伤害 这样的一个飞标 是扔出的一个回旋标 简单来说就扔出一个回旋标 这个回旋标的这个弹道接近谁呢 接近斧王的那个飞斧 只不过他是从一边扔出去 然后再从另外一色回来 这个如果大家看成 如果斧王的飞斧是从一边扔出去 从另外一边回来的话 那跟这个回旋标的这个路径 应该是很像的 他会在沿途所有碰到的单位上面 都会产生一个伤害 并且会施加一个印记 在这个印记持续的时间里面 对方会受到一个状态抗性的降低 法术伤害的增加 就是技能伤害 承受的技能伤害会增加25% 状态抗性会降低25% 移动速度会减缓20% 那么这个印记的持续时间呢 是长达7秒钟 所以呢 森海飞达这个技能 应该说在团战的时候 如果能够在自己主要的 团队的主要的AOE伤害和技能伤害 以及控制技能给上去之前 能够打到对方尽可能多的人的话 这个效果可能会非常的出彩 但是有点贵 有点贵 他4200块钱才能拥有这个技能 总感觉稍微有点贵 另外就是这个技能 大家只能使用 就是现在新版的QWER的键位 才能够去有快捷键 如果你使用的是刀台传统 刀台传统键位的话 这两个技能压根就没给分配快捷键 所以大家 这也是我一直呼吁大家 去使用QWER的键位的一个原因 然后呢 又敌奇数这个技能呢 是它的魔晶效果 这个技能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使用以后 它会扔出去一个 自己幻象的松鼠 而且呢 扔出去的时候 这个幻象的松鼠移动方式 相当于你自己开了野地齐齐的 一个密林奔走的 这个技能效果 那么这个东西 在扔出去以后 对方如果攻击了它 或者是给予了一个控制技能的话 这个东西会马上消失 并且在消失的地方产生一棵树 同时还会去附加一个野地齐齐的效果 但是是一个弱化版的野地齐齐 注意是一个弱化版的野地齐齐 但是 即便如此 这个技能还是已经足够优秀了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 它打一下 这个打了个密 这个时候都会缠上 而且被缠上以后呢 这棵树还会在这里持续一段时间 那持续一段时间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可以再给它扔一个这个 所以它现在这个魔精的这个技能效果的话 如果你是藏在这个树林里面 对吧 然后你看到了一个人 你朝着扔一个这个东西过去 对方一不小心趴击 把这个东西给打掉了 然后在这边你再扔一个这个 对吧 你再给它扔一棵树 然后再弹 然后你再挨它一下 或者给它扔个大招 这是不是很香 所以这个技能它会产生一些很有意思的奇效 而且在比赛当中呢 我觉得它也会有一些 有一些表现 因为毕竟它便宜 它跟这个4200块钱的猎手 选标还是不太一样 它毕竟便宜 森海飞侠这个英雄 他现在进了CW模式的话 至于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目前不好说 目前不好说 但是呢 由于它削弱的稍微有点多 所以我对它的胜率不抱太高的期望 然后它的一键穿新 现在呢 会有一个20%的最低威力 也就是说你秒放这个技能 它也有20%的最低威力 然后呢 它这个技能现在是减速效果 比以前要削弱了一些 最大的负面持续效果时间 减少了一秒 然后不再提供沿途的视野了 以前这个一键穿新 这个道具 这个剑射出去以后 会有这个剑沿途的视野 现在没有了 下一个DP DP这个英雄 它的主要改动是 把它的移速给降低了 这个我觉得对于它来说 是一个挺致命的打击 而且初期的攻击力也减少了一些 让这个英雄作为一个辅助位的效果 比以前要弱了不少 魔精的效果呢 现在重做了以后 新闻巫术不像以前那样 可以吸护甲了 它现在呢 是让吸魂巫术的能量点数多了一点 敌人连续四秒 受到吸魂巫术的作用后 会被恐惧两秒 注意这个恐惧的效果 是一个常规恐惧 什么叫常规恐惧呢 就是让敌人远离你的一种恐惧 而不是像有些英雄的恐惧 是吓唬对手 让对手朝泉水去奔跑 它这个也是让敌人远离你 所以你在吸着对方的血的时候 对方如果被恐惧了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赶紧跟上它才可以 那这个技能到底这个效果它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是打断TP 也就是说当对方如果被吸了两秒钟了 这个时候对方才想起来用TP 那对方是踢不走的 但是如果你在吸到对方的一瞬间 这个时候对方反应很快 直接亮起来一张TP 那该走还是能走 那所以这个是DP的一个吸血的主要的作用 另外就是这个技能 它作为一个打断技也会去影响到对方一些 这种冲脸型的英雄 被他一直吸着血跑不掉的话 很难对他实现一个持续的伤害 这个也是让DP的生存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低血重群的施法后腰减少 让他施放的时候更加的舒服 然后20级天赋 从减三秒地血重群的CD改成了减3.5秒 15级天赋把施法距离改成了加6%的移动速度 也就是补回来 它原先前期被砍掉的这15.1速 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黑鸟现在的精华变迁魔晶效果 现在变成了0.75秒的一个施法时间 原来是1.5秒的持续施法 然后魔晶现在升级交换的是100%的生命之后魔法 原来是75% 星体禁锢这个技能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就是现在有了A仗以后 不再提供施法距离的一个提升 因为本身它的施法距离已经很远了 这个技能现在 现在又把原先那400的范围伤害又给拿回来了 就是在你有了A仗以后 它又会造成一个400范围内的AOE伤害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冰女 冰女的这个改动说明里面 它写的不太完整 它说的是在拥有了魔晶以后 你这个英雄可以去移动 就是开大招的时候你可以去移动 但是它少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 少说了一句话你可以用道具 你开启这个技能以后 你是可以用道具的 那么现在它的魔晶效果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你开启了以后你可以走 然后你的这个大招会随着你一起移动 就是你走到哪 这个暴风雪就下到哪 然后你的移速会被减慢75% 也就是你的移速会很低 那你有的人会说那这有什么用 对吧 那移速这么慢根本跟不上人 但是呢跳刀和推推之类的 这种位移型的道具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说你可以在开启这个大招以后 独立跳进人群里面 对吧 我独立就推走了 或者我在推进人群里面 这个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就是现在冰女的这个魔晶效果 比以前的要更加的实用 当然它还是会被沉没 或者控制技能打断 这一点没有变化 但是呢 如果你去出个BKB 对吧 你出个身上有个BKB 然后有一把跳刀 你说我开着BKB 开着这个大招 然后跳进人群里面 那对方这个时候是真的挺难受的 而且这个效果本身 如果你再给他配合上一个A杖的话 对吧 配合一个A杖的话 A杖跳刀BKB这三天套一拿到手 那冰女这个英雄的团战效果 想一想就是话没不看 好吧 沉没术士 顺便再说一段 稍微再提一件 冰女实际天赋 把这个师法距离改成了125的冰霜新星作用范围 那么实际到游戏当中 你可以感受一下 他这个冰霜新星的举范围有多大 他就变成了一个范围超级超级大的一个AOE的一个技能 虽然他的伤害并不是特别出彩 但是这个范围还有比较短的CD 以及冰女自带的一个比较高的回栏 还是让这个技能有不错的一个适用性 沉没术士 现在他的改动最主要的 就是让他的奥数诅咒 这个一技能 负面效果延迟时伤害效果不再暂停 之前沉没术士这个奥数诅咒这个技能会因为 他的负面效果如果在对方被沉没以后 他会有一个延迟计算 延迟计算的时候 这狗不产生伤害 会让沉没术士这个英雄 这个奥数诅咒这个技能变得没啥用 伤害太低了 现在的伤害效果不再暂停的话 也就变相的增加了这个一技能的一个伤害 修复了智慧之刃魔精伤害的这个升级的伤害行为 也就是说 修复了他原来的一些bug 让这个技能的伤害可以正常的去产生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改动了 应该说 沙王他现在神杖升级的试法距离减少 然后地震在魔精升级 在附近没有敌人的时候 他不会触发效果了 也就是说不用一边走屏幕一边震了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改动 另外一个就是不容易去暴露自己 对吧 不容易暴露自己 然后现在在天赋上面 他的改动也都是数值上的一个微调 都是一个小幅度的增强 也就是说对于沙王那个英雄而言 制作组觉得暂时没有去大改的一个必要 混沌骑士 现在他的魔精升级幻象总是持续6秒钟 而不是在悬晕时间内去生效 所以让混沌骑士这个英雄 现在的魔精效果比以前相对而言的 泛用性和适用性 要更加的优秀一点点 然后15级的天赋 从加14%的CD减少 改为了加35%的分裂 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混沌骑士来说 这个改动 我个人感觉不是很理想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35%的分裂 改成30% 然后放到10级天赋里面 这样的话 混沌骑士至少在游戏10级的时候 开始有一个刷钱的能力 15级才开始有刷钱能力的话 来的稍微晚了一点 而且如果真的15级 你给他这么一个天赋 他会觉得很难受 我到底是加还是不加 我不加他吧 这个35%分裂挺香的 我加他吧 好像游戏的时间 留给我刷钱的时间又不是很长了 就如果说这个游戏还会再拖很久的话 那么这个天赋我加着管用 但如果不是很久的话 这个天赋我加起来就会感觉特别的不划算 就给人一种很不划算的感觉 因为毕竟另外一边的天赋是10打10的12点力量 这12点力量不光可以给我加血量上限 还可以给我加攻击力 还可以让我的幻象也继承攻击力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 可能以后会再进行一个微调吧 然后其他的天赋上面呢 就是进行了一些微调 然后呢把20级和25级的天赋呢 进行了一点强化和削弱 进行了一点对调 潮汐的改动非常少 魔法消耗调整为了1105 110和115 低级的时候增加满级减少 这个没得改了可能感觉是 火猫的改动 烟阳所的施法后摇 烈火罩的施法后摇 等等这些东西都把它降低 然后呢让这个英雄使用起来更加的舒服 烈火罩的持续时间在游戏的前期 低等级的时候 这个持续时间增加了不少 也是因为烈火罩这个技能 本身他之前加强过一次 他一级和低等级的时候 这个吸收量 让他不再那么 被对方随便一个一级的技能 就可以破掉 那么一个增加的吸收量 配合一个延长的持续时间 可以让火猫的烈火罩 这个技能在游戏的前期 效果更好一些 主要是现在火猫 上个版本稍微有点弱 残炎的魔精效果 现在不是在击杀对方英雄以后 产生一个能量点数了 而是产生一个残炎 而是给你恢复一个大招的能量点数 让你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的自由 也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击杀到对方一次英雄 哪怕你身上一个魂都没有了 只要你能够完成击杀 你就可以把这个魂再留一点 就可以给你多加一点 你就可以用这个魂去进行追杀 或者逃生 所以比以前的这个使用的一个合理性上面 要强了很多很多很多 A杖的一个施法距离和正常的施法距离都是减少了 也是迎合这个版本的一个大的方向 炼金术是额外获得的金钱再一次 再一次 再再再再再一次被削弱了 然后熊战士他的改动就比较有意思了 现在的熊战士 他的魔晶效果不再是需要他去A人 才能够去提供一个短暂的激怒效果 而是只要你拍地板就可以了 同时他的魔晶效果 可以让他拍地板的这个技能的CD减少两秒钟 也就是说原先他的拍地板是八秒 再有了魔晶以后会减少到六秒 当然与之对应的就是 原先他有一个减拍地板CD 减三秒的CD的那个天赋被删掉了 那现在你只要再有魔晶以后 你每次拍地板就可以获得一个1.5秒的 这个激怒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感觉好像听上去1.5秒时间是不是有点短 但是如果大家换一个角度想 激怒这个技能 他除了具有一个减伤以外 他还拥有一个强驱散的效果 也就是说熊战士现在每六秒钟 在有魔晶以后 每六秒钟就拥有了一次 给自己施加一个强驱散效果的机会 那么1.5秒的一个80%减伤 和一个强驱散 每六秒获取一次 这个性价比是不是这么一说还是很高的 大家如果配合激怒的话 这个技能本身他的持续时间是五秒钟 这个技能的CD是六秒钟 什么意思呢 拍一个地板 等这个技能快结束 开一个主动的这个技能 等这个大招的持续时间结束了以后 再拍一个地板 你就可以前后加起来 一共让你的大招持续时间延长三秒钟 所以还是这个实用性很高的一个魔晶 我整体感觉看下来就这个版本的魔晶的实用性真的是改进了很多很多很多 火枪的改动就更有意思了 火枪这个英雄他的被动瞄准 大家知道他主动效果以前是开启了以后有一次攻击提供双倍的这个技能加成的射程对吧 可以让你在游戏前期兑现的时候开启了以后多点一下对方的人 然后那进行一个消耗 他现在是把这个技能完全变成了一个战装效果持续四秒钟 然后呢提供克敌机先的效果和加30%的爆头几率 自身的移动速度降低30% 也就是说不要去妄想着用这个技能去产生一个 呃 hit and run的操作 但是呢 他的战装效果非常非常香 特别是在配合这个28的爆头击退距离的时候 呃 这个效果就更香了 那比如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在身上对吧 买一个 呃 其实不用买冒精 就我们直接去开启一个瞄准 或者我们身上已经有一些这个攻速装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准备对对方进行一个输出 我们给他稍微买点肉装 我正常情况下打这个人的时候的这个击退是这样去击退的 但是如果我开启了这个瞄准 然后把它点开 点开以后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触发的几率 对吧 就对方很有可能就一直会靠近不了你 而且新版本的火枪 他的震荡守卫这个技能 除了让对方击退425距离之外 他还会让自身被击退450点距离 也就是说这个震荡守雷现在是可以拥有一个超过大推推的效果的 超过大推推的效果 因为这里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大推推这个道具 他首先释放的一个范围大概是这么多 你可以把对方推开 你自己也往后退 但是震荡守雷这个东西呢 因为他是一个可以扔出去的一个东西 他本身的这个距离 跟你的这个大推推的施法距离是差不太多的 比大推位稍微远一点点 但是他本身扔出去以后 这个技能还有一个范围 本身还有一个范围 而且你在炸对方的时候 不管这个震荡守雷有没有炸到你自己 你都会往后退这个距离 所以他实际的推后的距离是比大推推还要更加的优秀 因此这个技能配合这个瞄准来说的话 火枪守现在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装输出英雄的话 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了 已经是 这个是关于火枪守这个英雄 这期节目就给大家做到火枪守这里 下一期节目我们从狼人开始说 不得不说狼人这个英雄在新版本当中 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惨的悲剧的一个男主角 因为死灵书没了 对吧 这个赖以生存的死灵书没有了 不知道这个版本狼人会做什么样的修改呢 我们下期节目见 感谢各位